陳其邁真的是很好意思 中央卡涵的政府 就在這兩句話裡面 陳其邁來說 過去一年半 國民黨在高雄市的執政 市民並不滿意 已用94萬張選票表達意見 裡面很多人 其實並不是覺得高雄市政做得不好 像愛情摩天輪 李四川有拍一個影片跟大家講得非常清楚 愛情摩天輪的問題出在哪裡 其實高雄市政府已經選定一塊地 那那塊地有參與都市計畫 只要那個都市計畫過了 中央會回饋地方一部分的地 高雄市政府就是要用這個回饋的部分 來蓋愛情摩天輪 可是中央就遲遲不去辦理辯 跟不許走那個程序 導致於高雄市政府 一直沒有辦法使用那塊地去蓋愛情摩天輪 否則愛情摩天輪設計圖也有了 然後招商也成功了 就差那個地的問題 你中央在卡嘛 如果你算是一個真的愛高雄的人的話 你應該去協助韓國瑜 想辦法讓中央趕快把那塊地釋出 讓韓國瑜去蓋愛情摩天輪 因為愛情摩天輪一蓋 招商引資 觀光客進來 高雄可以發展 你陳其邁有這樣做嗎 沒有 這個新聞我越看越不爽 他說 過去在行政院服務一年半看到其他縣市的市政建設及經濟發展都逐漸超越高雄 所以高雄不能等 因過去一年半的失落延宕 高雄最大的問題就是要跟時間賽跑 動不動就說你對高雄有多大的情懷 閉個眼睛就知道高雄哪裡塞車 你想要怎麼高雄長大高雄子弟 你在當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你有主動跟韓國瑜說韓市長 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們中央協助的 我現在做行政院副院長高雄是我的故鄉 你需不需要什麼資源我給你 有沒有 沒有 如果你認為高雄市政落後別的現實 你人眼旁觀 見不得別人好 韓國瑜當市長的時候 你是覺得高雄越爛越好嗎 越落後越好嗎 這樣你才能政治操作 你才能夠出來選舉你才能夠贏嗎 在你的心中 沒有市政建設 只有你陳其邁個人的政治操作 你看這邊 陳其邁表示 中央常常幫桃園台南跟台中解決 投資跟產業發展問題 那為什麼你不幫高雄去解決 投資跟產業發展問題咧 還在這邊堂而皇之 大言不禪的把自己 之前在當行政院副院長 那種人眼旁觀見不得高雄好的心態 這麼大方的把它講出來 你是把人民東當塑膠是不是啊 你是行政院副院長咧 行政院副院長很大咧 你要幫助高雄 超級簡單的咧 你怎麼都不幫 他當市長可以跟中央無縫接軌 吸引國際大廠到高雄投資 喔喔喔 所以非要你當高雄市長 你才要幫高雄 你在中央的時候都不願幫高雄 你還告訴我你沒有中央卡韓 中央卡韓的證據 就在陳其邁這兩句話裡面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葉原資源之原味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